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中漆器就有大约三千件 其种类涵盖饮食器皿 起居用具 还有大型的乐车 官国等 造型优美 构思巧妙 工艺精湛 在汉代 制作一件漆器比制造同样一件青铜剂 更费工费食 费料 但从出土的大量漆器可以看出 那时的漆器工艺已经非常多样化 艺术化 那么为何在两千多年前 漆器的使用和工艺如此繁盛 而如今提起漆器 却鲜有人知了 在中国漆器工艺中 脱胎漆器尤为独特 因制作繁复 产量稀少 成品精美 在古代弥为珍贵 曾是历代达官显贵和大寺大庙的珍藏之物 天下亮无双 人间宁独绝 郭木若曾这样称赞他 他与北京景泰兰 景德镇瓷器 并称为传统工艺中的中华三宝 那么为何现今北京景泰兰和景德镇瓷器 依然光彩照人 而脱胎漆器却无人问津呢 今天我们就来到鄱养 了解脱胎漆器的前世今生 未进南北朝以来 鄱养一直为郡 周 福所在地 又是江南重要极镇 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地之一 古时的鄱养传统手工技艺异常发达 仅生产和销售脱胎器系的作坊和店铺 就有八十多家 遍及鄱阳各个乡镇 鄱阳修期不但闻名干东北地区 而且颇受宛南 厄东南 浙西等客商青睐 至今鄱阳老街仍依稀可见 当年喧闹繁盛的迹象 1915年 在巴拿马世界工商博览会上 由鄱阳漆器工匠张习珍制作的 脱胎漆器冒团一举获奖 由此 鄱阳脱胎漆器名震中外 作为一完整的工艺品 工艺是要点在一起的 有工没意 你等于是这个工艺是本费的 鄱阳脱胎漆器的成型可以讲生 就是我们鄱阳漆 相较于其他地方制作的漆器 需花费一年左右的时间 完成一件鄱阳脱胎漆器作品 只需要三个月 这得益于鄱阳脱胎漆器的独特脱胎记忆 胶柱凝固成型脱模法 先用石膏制成洋模 再灌入硫磺溶液 带冷却凝固成型后进行脱模 这种脱胎工艺一次成型 不必竖片缝接 没有接缝 平整轻薄 是现代脱胎工艺里最先进便捷的方法 一次性胶柱成型脱模法 一次性胶柱成型脱模法 是我父亲组织研究出来的 当时我父亲是漆器厂的创新组组长 所以他翻阅了大量的书籍 就是为了研究这个漆器的成型问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瓦片碾磨成粉 与大漆调和后制成漆灰 大漆取自漆树 是制作漆器不可或缺的原料 漆 古汉语中曾被写成漆 是一个象形字 表示从树上割两刀 有液体流出 将调好的漆灰 一层层刷在皮胎上 叫做刷灰 我学艺的时候我做模具 我就要用刀子修复嘛 一下子把这个手锁掉了 锁掉了以后我母亲就看得了 这样回家 他讲你也要 这么多行业你为什么学这个东西 看你甚至搞得这么脏兮兮的 我讲我爱好这个东西 将下部压实在皮胎上 则称为表布 由本地筑马纺织而成的下部 透气抗军很有韧性 是制作鄱阳脱胎漆器的首选材料 我叔叔他对做事的话是比较要求严谨的 你做得不好的话那也是生气 有些时候生的气的话 拿什么东西打都会的 刷那个气灰嘛 我就想偷懒嘛 因为刷气灰的话 就是要刷薄了 不能太厚了 然后我就想 忽悠我叔叔一样的嘛 做几次刷的话 我就做一次刷嘛 刷的话 后面被我叔叔发现了 因为刷厚的话不得干啊 然后后面我叔叔 刷厚的顺利我一带 漆灰就像混凝土 下部的韧性 可以增加瓶子的强度 就像造房子时的钢筋 一件漆漆的豪坏 这道刷灰表布的工序 至关重要 每进行一次刷灰 表布 就要等待它彻底硬杆 硬杆一次需要两到四天 如此反复三到四次 直至劈胎 积累到一定厚度 就可以进行脱胎了 一件由大漆 下部漆灰组成的 手工艺品就此翻身 这也是脱胎漆器重量轻便的秘诀所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是鄱阳脱胎漆器的鼎盛时期 那时工厂门口运货的车辆络绎不绝 漆器产品经由福州口岸出口 先后销往日本 美国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到一九九五年 产品花色已多达两千余种 旺盛的销路为漆器厂员工 带来丰厚的薪资 一人足以养活一家老小 然而美好前景 在一场意外大火中 飞灰烟灭 再加上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 脱胎漆器的销路 从此雪上加霜 现在的冲击更大了 现在塑料一次性的质品 搞个涂料一期的话 基本上形式你的东西一样的 它的价格是你的十几分之一 像这样的花瓶塑料的 各样各样的造型都可以 它很快 今天你要的话 它明天就会给你 画面脏实的 它都是现代化的运刷的 鄱阳脱胎漆器 最少三个月 脱胎后 再经过反复打磨修漆 每次修漆 也要等待它完全硬干 才能再刷下一次戏 在这些反复等待的过程中 考验的是工匠的专注和耐心 环境的湿度和温度 也至关重要 假如湿气太大 超过了90以上的话 还是100多的话 那就不得了了 马上去 它马上就皱皮了 温度太高了也不干 它把表面封死掉 底面的漆 它没有慢慢的上滑 温度22度到256度之间 湿度70到80 这十年大漆的干燥过程 以漆漆物称之为修 式则有文式之意 修饰是指用不同修饰技法 来装饰漆器 在鄱阳脱胎漆器修饰工艺中 常常是几种技法 同时出现在一件作品中 饮花 流彩 饱纱 刻漆 螺电 等20多种技法 是让脱胎漆器作品 焕发光彩的精华所在 最起码基本的 我这个漆以上的 所用的那个技法 你要学好 在那个厂里 起码以后七八年 我每天天天晚上 不出去的 最起码的贴线苗 你要用手划过去 一根铁线 为什么叫铁线苗 是前后一样的 是吧 这就是工 要练取这个工来 从开始到结尾的时候 每根线条的出息都是一样的 用手对器物 反复擦拭 使其光亮如镜 这是手掌与器物的磨合 是匠心与工艺的气盒 至此 脱胎器器才拥有了 生命的活气 和人世的温情 这也是铁羊脱胎器器 制作的最后阶段 铁羊脱胎器器 像一颗蒙尘的明珠 借这些匠人的手 经过数十道工艺的创造 打磨 修饰 逐渐焕发光彩 制作流程繁琐 技术要求高 生产周期长 带来漆气的精美 却也带来难以快速实现 经济效益等问题 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 现代化生产日益广泛的今天 依赖传统手工制作的 铁羊脱胎器器 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前路愈发艰难 做事就是等于做人 你不认真对待一件事 你做人 做人也是不可能 我自从把这个店 搬到街上了一四二年 我不知道是哪个时候 是礼拜天礼拜六 故节的时候 清明中秋什么东西 我都不知道 我是说过年三十晚上 下午不来 就是这门记忆 不管吃 儿子也好 侄子也好 弟弟也好 社会的人也好 只能有人做 才我有生之年 我能传多少人 我就传多少人 在柏阳 像李博生这样 坚守初心 坚持传承的 还有丁国坤 陈洪富等人 他们都在坚持着 让更多人看到 这张代表的江西 和鄱阳的文化名片 鄱阳脱胎漆迹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